今天是什麼 阿美大各位來到 西湖知名的度假村 是什麼啊 到底是太監做的鴨 還是鴨子太監呢 好 妳感冒了 色色情緒 撐多一點後 我們走吧 上 上 上 來到這個地方美輪美奐 它這麼高級 一定有要尋找的等級 超高的 太監 現在哪有太監 要不然就是 鴨子也是太監 到底鴨子是太監 是小錢那種鴨 還是一個很好學的鴨 我們要不要再介紹 走 你好… 請問你是不是傳說真的 太監鴨子是師父嗎 是… 其實我這個不是叫 太監鴨 我這個是稻尖鴨 那為什麼叫稻尖鴨 因為它這個鴨子 它養在我們一般農田地的稻尖裡面 吃一些土豆糯 雜草之類的東西 所以它的活動量很夠 所以當然它的肉質上面 也會比較紮實 然後它吃的都是天然的 所以它的天分也比較多 它根本就不適合太監 它是前面的稻尖鴨 而且現在這個我們的材料其實要準備 這現在要做什麼 公司就是一鴨三吃 現在我們吃飯的是做 苦茶油的鴨 那苦茶油沒有 我們只會是三魚 我們三魚一層有鴨 苦茶油 好大喔 這個 鴨 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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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啦 上 倒點鴨油 倒點鴨油 然後鴨… 鴨… 剛剛沒有真的慢慢變變黃色了 對 對 有點焦糖色 好像聞到鹽鴨油的香味喔 對 我們現在這樣是起大自上用黑的乾 這樣燜一下之後 我們又要入蒸籠把它用蒸的了 這三鴨油 他們吃到下面要吃到兩個小時 那我們現在就送上去蒸籠三味暖了 好… 好 走 這個還經過生枝的程序之後 對… 他們擺飯 對 好香喔 好 這個 我們可以試吃了嗎 可以… 今天吃什麼 今天請到泰剑鴨的事物 阿基師 阿基師跟我一起用餐 師傅 你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三道超級嫩的鴨是什麼 名菜 因為我用倒尖鴨 我們做出這三道一鴨三絲 苦茶油燜鴨 馬告鴨肉 芋頭去做的 鴨手翅膀 腳去熬的 師傅 我們一起用餐吧 你幫我夾 我幫你夾嘛 還是太太會生生氣 鴨肉旁邊那個有一個面線 它會吸了很多的茶油燜鴨的那個鴨肉 所以頭的是麵線 你一半我一半 咱們哥們不會散 謝謝… 來 試試看 感覺怎麼樣 濃濃的鴨的湯汁 一般的鴨是有點土味 或者很濃的燒味 它沒有 我們再來品嘗我們的鴨肉 其實我們這個鴨肉已經蒸了 兩個多小時 它是很軟爛的 很軟爛的 是… 而且它那個肉質這樣 一剝開就慢慢這樣 咻… 完全不柴 對… 完全不柴 而且奇怪了 它帶了一點點淡淡的香味 為什麼是酒還是… 是苦茶油的香味對不對 其實對… 對 其實當然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是用苦茶油去煎 再加一些的… 它在煎的時候 它的鴨油也有把它煎出來了 所以它這… 本身它就會有一些的鴨的鴨香味 師傅 你吃那麼大口 你這樣不說吃飽了 好 來 下一道這是什麼 馬告鴨肉 這個皮的香味 又比剛剛這一道還濃一點 風格它是不同的 對 鴨油的香味更濃 對… 鴨油的香味 這個… 脆多汁啊 師傅 這個汁比它更多 而且我覺得 照這個順序吃是對的 對… 第一道很瘦 第二道帶一點油花 所以是… 看起來不是更油一點 那第三道就是… 清香的味道 對… 然後第三道就是… 它這很簡單 就是芋頭 跟我們鴨… 鴨翅膀、鴨頭那些去做料理 就這樣讓它吃到我們… 芋頭的香味 你試試看… 好好吃 師傅先我說話才… 沒有… 沒有… 你緊張什麼東西啊 這芋頭真的一撈其話 這應該是… 滿滿的芋頭香 滿滿的芋頭香 是 芋頭香不會高過九仙塔 九仙塔把芋頭的東西 提出一點點 是 更好搭配的 更多的清甜香 剛剛好味的 剛剛好… 是很懂做菜 你是因為很會做菜 娶到老婆的 應該是 你少來了 老師… 師傅領喜唱 主要是這三道菜都不膩 一般我們吃的北京烤牙 可能吃到第幾片之後 就會覺得很膩 可是這一道菜 我覺得其實有三重重 三不取的感覺 第一道就是完全吃鴨肉 第二道是吃點鴨皮 跟鴨肉的那種… 所以我指定 第三道就是讓你牽口 最後一道是像春風一樣 我這樣找不到 可以啦 那你形容一下你的芋頭餐 這個… 你形容得就太美了 就是這樣子 那你覺得你三道菜 最適合哪一首歌 這個…對這個來講 就比較沒有分開 好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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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今天帶給我們 非常好吃的 一牙倒天牙 一牙三隻 謝謝 謝謝師傅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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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